大家好 歡迎收看台股直播室 我是洪俊 在10點到10點半陪大家一起看盤 目前加權股價指數非常的刺激 已經上漲了103點 在上個禮拜五我就已經跟大家講過 這邊大盤出現了兩個反轉訊號 兩個反轉訊號 如果你有看我們風行操盤日誌的投資朋友們 你就知道說 其實大盤已經準備要落底反彈了 這兩個落底的訊號到底是什麼 你要把它搞清楚 如果說你可以看得懂這個大盤的話 基本上你就不會在恐慌的時候亂殺你的股票 首先第一個大盤在跌的時候 大盤在跌的時候 這是上週五給大家的風行操盤日誌的內容 我跟大家講說大盤在跌今天出現了兩個轉折訊號 第一個是強勢股的落後補跌 很多很多熱門的強勢股已經開始出現了補跌的訊號 第二個就是指數的破底背離 指數的破底背離 所以當你出現這兩個訊號的時候 股價創下新低 但是指標卻沒有再破底 所以指數的反轉 轉折訊號出現 準備迎接反彈格局 這是上禮拜五跟大家談的 上禮拜五告訴大家說 現在這裡準備要做一個反轉訊號了 準備要出現一個反彈 而且這個反彈我認為跟上一次漲180點那時候感覺是不一樣的 為什麼 因為均線的關係 因為扣底值的關係 我們來看一下 大盤還記得嗎 上上禮拜五的時候 大盤是不是大漲了182點 我跟大家講說這個反彈上來他會再做徹底 所以他反彈上來之後 是不是再破底創下一個新低 為什麼我說他會再做徹底 如果我們把時間拉回去 那時候上上禮拜五的時候 大盤的指數他準備要扣底哪裡 扣底高值 是不是要扣底12345天的高值 當我在扣底完這些高值的時候 我未來的扣底值才會去扣底下降的趨勢 所以在這一段期間之內 其實賣壓是重的 而且這一段會有很大很大的停損 停損的賣壓出來 而這些停損的賣壓一旦出來就會造成 融資開始多殺多 但是這一次不一樣了 我們回過頭來看這裡 現在的到今天 大盤的扣底值準備扣底哪裡 扣底未來的下降趨勢 當我要扣底未來下降趨勢的時候 這一段的投資人 未來一旦指數反彈上去 站回均線之上 這一段的投資人未來會 成本會越來越低 越來越低 所以你未來遇到的賣壓 它就不是停損賣壓了 它是獲利了結的賣壓而已 那這一段時間 這一段時間去購買股票的人 他開始進入一個獲利的狀態 當然籌碼就會轉趨於穩定當中 那現在先拉誰 他一定先戶指數 政府他不會去買 他不會去顧個股 但是他一定會把指數給hold住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說 國安基金是不是明天準備要開會 我告訴你 他開會他還是不會進場 因為這個階段本來就不需要 它是一個多頭之間的一個 拉回整理修正波 如果你把時間拉長來看 這不過是大盤 現在的大盤今年以來 就是一個震盪區間整理 震盪區間整理 它有跌破之前的支撐點嗎 他有跌破這個上升趨勢的下源嗎 也都沒有啊 就是說他就只是來做一個測試 如果你把BIOS打下去看的話 你就知道了 每一次BIOS來到這裡的時候 它是不是一個極度恐慌的買點 它是不是一個極度恐慌的買點 所以你要害怕嗎 你在害怕什麼 你在害怕是因為 有人就是製造了恐慌給你去看 有人告訴你說中美貿易大戰 很恐怖對不對 中美貿易大戰跟你講嘛 中美貿易大戰升溫 連中國官方都告訴你 他要以戰止戰不得而為 所以現在全世界都在看 中國跟美國之間的貿易大戰會怎麼打 一下子跟你講 300億500億 最後來到5000億 但是市場上面有可能 川普總統真的有可能 幫你剋這麼多的關稅嗎 如果一旦剋下去之後 美國會出現什麼樣的問題 現在美國很多的產品 都從中國這邊做進口 為什麼會從中國做進口 因為中國生產製造它便宜嘛 它價格低廉 所以它有辦法輸進去美國當中 那一旦這些產品全部都被剋關稅 大家都是一樣的價錢 美國人生活突然之間增加了25%的 就整個產品必須要增加25%的稅 你認為美國人他有辦法去接受嗎 他如果沒有辦法去接受 他會做什麼樣的舉動 而這些舉動你們都沒看到 你們都沒看到 因為現在市場上就是恐慌 所以每個人都在幹嘛 想辦法去製造一些恐慌性的新聞出來 媒體就是這樣啊 他就會順著你的想法去做 是因為你恐慌 所以媒體跟著去報導 不是因為喔 不是因為市場上真的有這些事情 然後他才做報導的 你要搞清楚方向 當你在恐慌的時候 媒體就會加大去放送 所以才會造成這樣子的急跌嘛 然後才會造成出極度恐慌的出現啊 如果沒有媒體這樣放送的話 根本不會出現這樣子的急殺啊 但是這樣急殺不好嘛 很多的個股出現了破底背離的訊號 反而是一個買點喔 反而是一個買點喔 我們待會再一一的來跟大家做說明啊 但是回到我們剛剛所講的 中美貿易大戰這一塊 那中美貿易大戰我一直跟大家講說 7月6號那一天有沒有 上個禮拜五是不是又7月6號了 7月6號那一天不管整個訊息是好是壞 最後都會有一個落底的反彈嘛 不確定性因素才是影響大盤的關鍵 你所有的利空通通底定之後啊 市場就穩了 就開始走一個平穩了 只要不要在傷口上面再度撒鹽 其實就會出現一個反彈 包括入股也是一樣喔 現在重災區在中國大陸的股市 因為中美貿易大戰嘛 雙方的市主一個是中國一個是美國 那當然中國之間它對影響性是最大的 但是呢 真的有影響到說會讓股市崩跌成這樣嗎 那它是不是已經出現了一個超跌的現象 投資人的心情就是這樣嘛 我看到的訊息我先賣再說 完全不去考慮說這件事件 到底會影響的有多深多遠 然後呢最後做出一些錯誤的判斷 甚至已經超跌了 你才想到說現在已經是很恐慌 但是來不及 你因為你沒有辦法克服人性的貪婪與恐懼 所以你要找的就是一個專業嘛 那我現在帶大家來看 中美貿易大戰雖然說打得如火如荼 但是呢美國其實他們也會怕 他們告訴他們現在做了一件事情 美中貿易大戰之後 美國馬上開放業者申請豁免關稅 關稅豁免 而且豁免期有多久 有一年耶 這些東西是大家沒看到的 美國當初一開始在課徵鋼鐵稅的時候 他們是不是也跟加拿大 也跟歐盟之間開打 但是一開打之後馬上就申請豁免 馬上跟雙方都講好就是說 你們可以申請豁免 因為他也怕國內的通膨成長得太快 會引發經濟的衰退 那現在呢11月他要幹嘛 他有其中選舉啊 他不用選嗎 他要選啊 他這一次的選舉關係到他在 川普總統在共和黨裡面的地位 以他浩大喜功的個性 他會讓股市崩盤嗎 如果他不會的話 那他未來要做什麼樣的事情 我有跟你提過 11月他準備要再做減稅 他準備要再做減稅 上一次減稅 美國股市創下歷史新高 那這一次減稅呢 他會走出什麼樣的格局 要成為市場上的贏家 你必須要有領先市場的思維啊 所以你的市場思維如果只是放在 眼前這一塊 你看不到未來 你看不到未來 但是技術分析是不是可以帶領你看到市場的未來性 我們看一下上週五的時候 我跟大家講說破底背離 破底背離 什麼叫破底背離 破底背離的意思呢 就是在我的指標啊 當我的股價創新低的時候 這是加權股價指數嘛 當我的股價創新低的時候 來到10523 這是不是創低了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說我的KD指標在哪裡 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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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的K值喔 還是往上的 還是往上的 如果這一段的下跌下來 他已經出現一個非常恐慌的氣氛的時候 他就會帶領指標開始出現反轉啊 因為這個反轉訊號已經告訴你說 這裡已經超賣了 而且有一些買盤啊 已經在偷偷在吃貨了 那現在已經賣到說 這些買盤開始在偷吃貨的時候 我可以發現的到了 然後呢 我的指標現在是22對不對 那可是你有看到嗎 之前最低點的時候是在11啊 那我是不是比 我是不是股價已經創新低了 我是不是股價創新低了 但是我的指標 沒有耶 我的指標沒有耶 會出現這樣的訊號的時候 就代表說 它是出現一個背離 背離哪為超盤手支最大警訊嘛 那你看到技術指標的背離的時候 我才會跟你講說 現在是一個轉折的出現啊 操作是不是要有一套公式跟方法 我告訴你市場的資金怎麼留 我告訴你說市場的技術訊號告訴我 什麼樣的訊息 我們就是依照這些訊息呢 下去做判斷 告訴你說大龐未來的走勢是什麼 告訴你未來個股 你要往哪個方向去做移動 下個階段呢 我們要告訴你說 現在哪一些族群有出現了 這個破底背離的訊號 廣告回來我們繼續再講 地震了怎麼辦 一 爬下 二 掩護 三 穩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災嘗試請上台灣抗震網 感恩會員的支持與信任 一起成就獲利翻倍的績效 洪老師秉持著投資新典範的理念 幹領會員征服古海共創雙贏 聲聲的感謝滿滿的獲利 狂勝專案再加碼 力上加力展開布局 028773-8859 8773-8859 運達同步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忘卜欣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低速播028773-8859 只要播通就讓您發很久發很久 028773-8859 感恩會員的支持與信任 一起成就獲利翻倍的績效 洪老師秉持著投資新典範的理念 帶領會員征服古海共創雙贏 聲聲的感謝滿滿的獲利 狂勝專案再加碼 力上加力展開布局 028773-8859 8773-8859 平常工作時總是充斥著各種聲音 所以休假時我喜歡不覺得一切嘈雜 讓自己沉澱 享受這片刻的冷靜 選擇你的網路 鵝排氣密窗 我要給你搬上 不 藥 從現在起 三個藥 五個不 預防禽流感 禽洗手 確實消毒 雞肉蛋要熟食 要買合格標誌的禽肉蛋製品 不生食 不購買 不自行載殺 不餵食 不接觸 三道五步勤防護 人間處處有情天 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們台股直播室的現場 目前大盤加權股價指數還在漲 現在上漲了116點 那整個格局上面 你也看到它出現一些改變 第一個成交量 預估量的部分 已經放大到1500億了 第二個 上漲的加速 明顯比下跌的加速還要多了 那市場 再經過一大堆的利空 打壓打壓打壓 現在已經打不下去了 現在已經打不下去了 你現在要回過頭來思考 如果指數它要帶領個股上攻的話 那第一個會先拉誰 很簡單 大盤如果要護的話 第一個一定先護台積電 所以呢 台積電已經開始 反彈向上了喔 這是台積電是第一檔 但是呢 台積電它是整個台北股票市場的精神指標 我為什麼認為台股現在還是一個多頭的格局 其實台積電是一個最重要最重要的觀察方向 你把台積電拉開來看 如果台積電今天的股價完蛋了 它如果真的已經出現了一個 不肯定的走勢的時候 那整個大盤的行情才會做結束 整個台股的行情才會做結束 因為它是所有科技業的最上油嘛 它的好壞決定了整個行情的方向 那如果台積電呢它的走勢是OK的 它只是做一個盤整 那就代表整整體的趨勢面 多方的趨勢面是沒有改變的 那我們來看台積電今天呢 它開始出現了一個大檔 今天漲了5塊錢漲幅2.3% 2.3% 它自從貼席之後呢 其實它一直都是走一個 區間震盪的整理格局而已啊 你都認為說它現在很弱勢 但是你把時間拉長來看 人家不過是一個高檔的盤整格局啊 那下半年進入整體的iPhone出貨的忘記的時候 那台積電如果率先反攻 電子股呢是不是也會跟著反彈 其實所有的資金的流向啊 它會做一個移動 當我的一些穩定的股票呢 開始上漲了 有一些原本具備這些籌碼的人 他會售出然後把資金抽回來 這時候他們就會選擇新的標的去做佈局 所以我告訴你說市場不缺錢 真的不缺錢 它缺的就是你的信心而已 那一旦這些信心恢復之後 市場就會開始出現不一樣的格局喔 那你要把握這個機會啊 那你要靠的就是技術分析跟產業面的狀況啊 我告訴你說之前還記得嗎 國劇有沒有 當它出現一個多頭吞噬 反轉有兩種嘛 第一個叫吞噬線出現 我的一根黑K 我的一根紅K吞噬掉我前一天的黑K 而且我的指標開始怎樣 反轉向上 這個叫做多頭吞噬嘛 當我拖頭吞噬出現的時候 它會出現一個轉折 它會出現一個轉折 所以你看2327的國劇 從多頭吞噬之後是不是開始出現一個轉折 今天是因為除全息的關係喔 今天是因為除全息的關係喔 所以呢大盤在跌的時候呢 會有一些個股出現很好的買點 很好的機會給你啊 那你現在要把握的就是這些機會的買點嘛 那我上一次也跟大家講說 除了多頭吞噬以外還有誰 還有一種叫破底背離 背離哪個操盤手支最大情訊嘛 我那時候跟大家講 7月4號的時候 7月4號的時候 在這裡 環球晶出現一個破底的訊號有沒有 來到440塊最低點 那時候我觀察到第一個 我的指標有沒有在創新低 先看我的K值 K值在24嘛 那我最低的K值在哪邊 最低的K值曾經來到20嘛 所以呢這個24比20還要高 但是我的股價卻怎樣 去創了新低 這個叫什麼 破底背離啊 那背離哪位操盤手支最大警訊 所以他開始出現一個反彈 那不只環球晶嘛 資金在做轉入的時候 他不會只有只買一檔股票 當國具在漲的時候 他也不會只漲國具 他會漲整個被動元件的族群啊 那你6488環球晶出現一個破底背離 包括5483的中美晶也是一樣嘛 也是一樣啊 還有誰6182的合金都是啊 這個都是出現了破底背離的訊號啊 當你出現破底背離的時候 他就會出現一個反彈嘛 多頭吞噬跟破底背離啊 你要了解說市場的技術面 到底告訴了我們什麼樣的訊號 否則你光看到中美貿易大戰 每個人都在嚇你 每個人都在告訴你說 中國之間 因為跟美國之間貿易戰爭出來 所以全世界的股價他會崩盤 全世界會崩跌 但是這些媒體 他們並沒有很深入的去了解 這個市場所帶來的資訊啊 所以沒有人在講這個啊 這個沒有人在看啊 美中貿易大戰 美國開放業者申請關稅豁免這件事情啊 沒有人在關注耶 這是我覺得最有趣的地方 因為當這個貿易關稅一出來的時候 美國馬上就出現了這一則新聞 可是沒有人理他 所有的散戶 一般的投資人全部都在看什麼 看到底中美貿易大戰 全世界的股市會跌多少又多少 真的是這樣嗎 如果真的是這樣 為什麼會出現一個破敵背禮 那我是不是告訴你說 7月6號那一天不管怎麼樣 市場絕對絕對會出現一個反彈 因為所有的不確定性因素到這邊就此為止 你現在要看的就是這一些訊息到底會帶來多大的改變 那如果說美國他現在已經有點害怕了 他已經有點害怕了 他開始把他的關稅的貿易壁壘開始降低下來的時候 原本的利空是不是變成了利多 這個就是市場啊 常會玩的兩面手法 所以川普總統 當他退休之後是不是成為全世界最厲害的 最有錢的人 因為他光靠這樣一直釋放訊息 在推特上會發起封訊息 大家都會瘋狂 這個操作手法比巴菲特還厲害 那你現在要看的就是未來性啊 你要怎麼樣去克服那個人性的貪婪跟恐懼 你要看的就是技術分析嘛 讓技術分析告訴你說 現在有熱門股的修正壓力的時候 我也跟你講啊 熱門股它會有修正壓力喔 可是這些熱門股啊 它還是未來市場上的主流 你要買還是要買這些 你絕對還是買這些 因為你不把這些個股呢 這些資金的流向面它是沒有改變的 它是沒有改變的 矽晶元它的漲價題材有沒有變 沒有 被動元件它的漲價有沒有改變 沒有 現在日本還準備再繼續調漲兩層到三層嘛 那這些訂單是不是又要回到台灣的廠商身上 國際為什麼還會持續的獲利下去 那這些趨勢如果沒有改變的情況下 你的操作你要選擇的標的就不會改變了 那差異在哪邊 差異在說市場現在出現一個恐慌氣氛的時候 你有沒有抓到那個機會 一樣上週五跟大家講的操盤日誌 我是不是跟大家講說 現在資金就是流入的貴買半導體當沖 我錢在買的就是這一些啊 如果你在做當沖啊 或者是做隔日沖的朋友 你一定要知道市場的資金流向來源 因為這些市場資金流向才是整個大盤流入的關鍵嘛 那你如果量太少 你如果資金流入的數量是少的 那你要做當沖或隔日沖的時候 你的整體的資金在拉抬的速度就慢嘛 但是如果你流入的數量是高的 那當然不一樣啊 你今天如果你被套一張 別人是套五千張的時候 你認為誰要幫你做解套 所以你是不是要趕快去抓到市場資金的流向在哪邊 那你當然要跟上金流的角度啊 第二個你再看一下個股的部分 金流強勢族群第一個流入量最大的就是六四八八環球金 第二個就是二三二七的國巨嘛 然後接下來就是合金跟中美金嘛 所以它是不是有一個族群性的存在 這個就是市場資金流向的概念啊 那你現在回過頭來看 今天涨二三二七的國巨 今天除全息下來人家還是漲的喔 今天也是漲的半根喔 還有誰六四八八環球金 大家都覺得說它很弱勢了 但是出現破底背離之後是開始出現反彈 而且資金開始做轉入嘛 它轉入的速度是市場上最快的 是市場上最強的 當然資金流入的量最多 也會帶動股價的上漲 操作的公式跟方法在哪邊 資金的流向它會決定未來行情的方向 往哪個地方去做移動 現在很多的個股啊 開始出現一個破底背離 尤其是熱門的族群 尤其是過去那些落後補跌的強勢股 這些落後補跌的強勢股呢 只要它的產業面 它的基本面是成長的 那它現在短線上的股價修正啊 反而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因為你拉回來之後呢 現在有利空做的徹底 現在有利空不斷的去給它做測試 那你測試測試之後 這些籌碼 不願意離開的籌碼 它就是市場最安定的籌碼 那這些籌碼沒有離開的時候呢 未來新的資金 它受到利多的加持 就會往上噴 這個就是我跟你講的嘛 只有在黑暗之中 才能看見最璀璨的流星啊 只有在指數拉回的時候 你才能夠找到 未來的明日之星在哪邊 這些明日之星 你一定要把握機會 時間不等人了 時間不等人了 因為大盤的扣底值 現在準備要扣哪裡 準備要扣底下降趨勢喔 準備要扣底下降趨勢喔 一旦站回月均線之上 整體的未來趨勢如果翻回上揚 就會走出這一段的行情 就會走出這一段的行情 你一定要把握 你一定要把握 這一次最佳最佳的賣點 時間的關係呢 我們就解盤到這邊 那下個階段呢 由維旭老師 來陪大家一起幹完 運功財經台 為投資人打造全新的 台股直播室 超強民視陣容 直播現場急問急答 談中及時為您解答 4月起明天早上9點開始 正清鎖定運功財經台 台股直播室 感恩會員的支持與信任 一起成就獲利翻倍的績效 洪老師秉持著投資新典範的理念 電力會員征服古海 共創雙贏 聲稱的感謝滿滿的獲利 狂勝專案再加碼 力上加力展開布局 02-8773-8859 8773-8859 運達同步 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忘賭心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立即速播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發很久 02-8773-8859 感恩會員的支持與信任 一起成就獲利翻倍的績效 洪老師秉持著投資新典範的理念 電力會員征服古海 共創雙贏 聲稱的感謝滿滿的獲利 狂勝專案再加碼 力上加力展開布局 02-8773-8859 8773-8859 8773-8859 水也要錢 電也要錢 還要繳電話手機費 媽媽我的水費不要錢 哪有這麼好的事 因為有五歲幼兒免學費的政策呢 那私立幼兒園也有補助嗎 免公立免學費 免私立補助一萬五千元 哇 你所得七十萬元以下家庭